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问题 这个我太出现了 你看后面还有哪个看与对看这本关于摄影的出作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中国摄影 当我说这四个字的时候 它是用的是一个圈子 是传统摄影界的 中国摄影这个圈子 或者中国被认为是摄影界的这个圈子 它的主体的力量 其实主要是一帮搞新闻摄影 或者说是这个单位 尤其是大的机构里边做文化宣传 而摄影是其中一个手段的这样的一些人 他们来组成这个中央的背景 那么很有意思的是 这个新闻记者为主体的中国摄影界 当然他在49年以前就是中国革命摄影的这个主力 这帮人进城以后 这个新闻国成立以后 其中几个最主要的领居人物去拍维美摄影去 是吗 对 比如说石少华 长期担任中国摄影界协会主席 他解放后就拍荷花 后来拍亚马戏的剧照 比如说著名的杜鹃三十大拍的 拍那种笑的很傻的那种 什么乡村 春菇的甜美笑容 是吧 吴应贤 吴应贤 这是政治需求 是吧 吴应贤聪明一点就跑去电影学院做电影摄影去 研究和教学去 这个也不是政治需求 这个是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啊 我提醒大家 新中国接你以后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 中国有两个领域是可以说是 极其燦烂的在盛开的 一个领域就是摄影 一个领域就是美学 美学讨论有三个流派 真的一塌糊涂 好像没有谁也成为有反革命 也没有谁也成为国民 都存在 摄影呢 以摄影家协会为主体 都跑去强调风光摄影 于是我们就把它叫沙凉摄影 我说讲这个背景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在这四十年 所谓中国的当代摄影呢 是一帮什么人做的呢 是一帮艺术节促成人 他们是美院出来的 美院跟摄影其实没关系的 他们是把影像作为媒介 来表达一种图像观念 或者说用图像去进行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叙事 这个很重要的 而且美术界一出手呢 美术界其实压根心里面就不太瞧得上那个正统的中国摄影界 风光摄影啊 唯美摄影啊 哪玩得过美术界的 他们就随便一拍就拍出来了 而且我知道在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出各个美院 比如说中央美院 鸡翠机就在做这种观念摄影的尝试了 那很早哦 陈树霞就是这个里面的一个主力 著名画家刘庆和就是里面的一个主力 其实对他来讲 他自己对我 他自己的定义很正确 他是图像的工作者 是吧 而且他很长时间 跟中国摄影界没关系的 没有关系的 是他有一天 他的照片在中国的艺术拍卖中 他的价格让摄影界的人眼睛瞪着溜溜圆 哇 什么时候出了一个 王庆松 然后平遥摄影街就把王庆松请过去 王庆松请过去以后那帮摄影的人 对他又立眼相看 又很不服气 广东我认识的那些搞既视摄影的人 还跟他争论 你这个是不是摄影 但是王庆松很谦虚 他非常谦虚 他第一不跟你争论 第二 他是摄影家还是不是摄影家 他也没关系 但是呢 摄影家都慢慢认他 其实王庆松我就做着 他可能更多的觉得这个就是创作而已 对 摄不摄影 甚至有的摄影家说 王庆松这个大幅大幅大幅的摄影 你是请专业的工作人员给你按相机的 王庆松那有什么问题啊 这是我过时我跟他签好合同 他就帮我按相机了 我能够把握质感的事情 我能够把握什么事情 对对对 但今天我们就承认王庆松是中国 其实是艺术的结束代表 只不过他是用影像或者用摄影 作为一个媒介 而且这种做法其实在影响 而且我反过来说 假如他用的不是摄影 可能还未必出得来 因为在当时这个年代画画的人也太多了 你说的 特别是好像他拍的这种摄影的大场面 画大场面的这种所谓什么历史题材也好 或者是当代的也好 其实人太多了 我觉得王庆松太宠宁了 他发现摄影这个媒介太有意思了 其实他也引发了另外一些外界不太关注的一些争论 他把场面做得很大 然后就把照片拍下来 于是有人就问 你场面做得很大 那个场面做的装置啊 你干嘛还拍照啊 因为他要拍 因为拍他才能够传播 对 摄影跟传播很有关系 同时 做一个大场面 或者做一个场面 把它拍下来 那么绘画能不能做 绘画可以做 有一个著名的话 就是他做过 他叫石冲 石冲的早年的几个非常重要的油画作品 就是先把装置做好 然后再画 然后再画 我专门去到动作室看过 有一张叫做综合景观 就是很多那种石膏的那种人体的翻膜 逮在一起 中间看着一本书啊 红色的嘛 我这现场看过 他把装置船做好了 所有的石膏都从活人身上翻膜下来的 然后把它摆好以后他就画 我就问他 你知道他画多久了 画半年了 拿那个细额毛表 我很关心他怎么画 像那个比拿号还要细的笔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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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到最后眼睛都半瞎不瞎了 我说石冲老兄弟太厉害了 是吧 以至于绿线平提了一个疑问 你干嘛要画的 这不是装置吗 我也就说这是装置 那是怎么画的 王建松就不好 而且他这个画的话 他还有一个弱点 就是他不能够画这个活的 对 他必须要在那里死死的不动 半年不动 我告诉你 连苹果都不行 我告诉你 后来他也去拍照片 画画了 画照片 他后来几个重要的模特 有一个女的模特 这个这个 在水缸里面泡着 他怎么可能半年呢 他在拍照 我告诉你 那如果拍照了 还要画画干嘛 有名的一塌糊涂的 一帮价格高的 不得了的一帮 写实的画家 他们都在画照片 他们都有职业的专业摄影师 作为他们的助手 千万不要隐忽 他们对着活物画 他们对那个活物画 是骗你的 你来参观的时候 他对着活物做好 其实他画的是照片 那么这一张 这一张谁做的也知道吗 美国著名的艺术 叫科洛斯 对 但是科洛斯不同 我们说科洛斯是照片写实主义 这是个错误的命运 你去看过科洛斯的传记 就知道了 科洛斯为什么画照片 科洛斯的意思很简单 刚好跟我们这些写实画家 画照片相反 我们的写实画家 通过画照片 然后画出一个B 真的像我把你吓傻 我多么厉害 而科洛斯的意思刚好相反 他告诉你这是假的 为什么呢 科洛斯自己说的很清楚 他从小喜欢画画第一 第二他从小就画画画的很好 第三他去读艺术学院的时候 他由于画画的很好 他被认为没才气 然后他很郁闷 他画的很好 却没有认为没有才气 而且他也繁自清 为什么一出手就能够画的好 他后来想到那天 那我就画照片 而且他是大画幅 一个头像 十二张照片 二十四张照片 一个一个放大画 画的很大一张 所有人看傻子 哇你太厉害了 你写实能力 他的意思就是这是假的 我就是画照片 我刚好跟所有原来传统的 学院派训练的想法 我这照片一定也写着放 冲起来以后 你的认为他是真的 他现在告诉你 这是假的 照片也是假的 这只是一个媒介 所以他后来为什么 直接去画什么 电脑成像的效果 有一段时间 电脑的像素还不够 精致的时候 不是一个格的吗 他就画一个格 一个格一个格 我们总是不理解 总是把它叫做造像协设主义 我们彻底搞错 克罗斯的意思告诉我们 听 画画是假的 照片更是假的 你哪说我画的好 我现在就搞个假的给你看 然后我骗了所有人 因为大家都认为是真的 我告诉你是假的 你也不相信 而中国这些油画家 刚好相反 就是要骗你 到今天为止 没有谁讨论过这个问题 真的我第一个讨论 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都搞错了 我们以为写字不行都画照片 人家是不写油画家 所以这种还是属于油画的情节 对了 写字能吓人 没办法拖开这个情节 还有人写字能卖钱 这个是坦率之外 这个太重要了 千万不要以为写字油画家 告诉你的技巧高超 我说坦率 我认为我是油画出身 我到过很多油画家的工作室 就看到我画油画 比如说我刚才我说的石冲 中国几个写实一流的 跟我是朋友 我当然不能说我去看 唯一都我跟石冲交流最好 因为石冲就那个态度 画画家人太喜欢画画 画早过期了 他们那么喜欢我就不知道画 画了以后卖钱了 我就赶快收藏互动 我没想到石冲看得很透彻 这个我没想到 他跟我聊过 所以石冲现在你看他 参加展览 不参加 他没兴趣 那他听到你这样说会会气死 没有他同意我的看法 石冲跟我说我们是好哥们 他同意我的看法 哎呀小燕你说的太对了 我告诉你 现在居然有收藏花花 你看看 我很幸运他们收多点 我就好去卖股东西 他家里的工作室 好多东西把我看洒掉了 坐在里没事干 喝茶喝完茶 就拿个印帐 这个是 这个是明中期的 真的啊 喝茶 这个壶不能穿 这个壶 这壶可能是 上百万 大概 没有夸张 但是真的他家里很多东西 而且我 没想到石冲如此坦率 他当年现在是画装置 把东西做得很好 影响了一批 影响谁我对我说 然后后来就画照片 直接找人拍大照片 他的几个画人物的几个油画 就画照片 然后现在就画 画水彩呢 画那种水里面挣扎那种 其实我觉得石冲还是有想法 他的图像非常敏感 他一直在画一种独特的图像 你发现没有 他不是他 所以你就用他说 你说他是写实的 而克洛斯至今为止 没有一个人能够破解克洛斯 我都搞不清楚为什么 所以他根本就不是照相写的主意 克洛斯告诉我们听 每一届是假的 他的精彩就是骗过你的眼睛 他不但做这个事 事儿还不明白 突然是写实 他对鲁